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我们来聊三个话题 第一,拜登在昨天的媒体访谈中 他说,如果今年川普输了 政权能否和平转移 他没有任何把握 而且又重提了川普过去的言论 说如果我要是选败了 将会有一场血腥屠杀 这个话之前其实已经有媒体解读过 现在又被拜登翻出来 川普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民主党鼓噪的那种暴力事件吗 一会儿我们来解读一下 第二,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现在每天都在推特上 帮哈里斯计算日期 算什么呢 算他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间 说截至昨天7号为止 已经连续17天没有坐下来 和媒体面对面的访谈了 这是为什么呢 民主党因为此事 继续给万斯贴怪人标签 这到底是万斯怪还是哈里斯怪呢 一会儿我们再来详聊这个话题 第三,就是最近 民主党籍参议员魏登 又向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发难 说他又有金主招待的花销 没有申报 而这个消息一出 白宫立刻跟进 回应说 魏登所言即是 加强了拜登改革最高法院计划的必要性 你看这一唱一和 戏演的是真好 一会儿我们再来细嚼这里面的生意 好,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三个话题 在谈论今天的话题之前 请大家订阅关注本频道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让平台能够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谢谢 昨天拜登接收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专访 在访谈中 拜登表示 2024年大选 如果川普输了 政权能否得到和平转移 他一点把握都没有 他认为川普在这方面肯定说到做到 他一直说他要是输了 会有一场血腥屠杀 选举被偷 派人到各州参与计票等等 所以拜登认为 川普可能又会发动另一次国会暴乱事件 这是拜登说的 那么这个访谈是昨天7号录制的 完整的内容将会在CBS11号的新闻中播出 过去几个月来 民主党方面其实一直都在揪着 川普的这句血腥屠杀在大作文章 那么川普的这个话 真的是指的是暴力的那种血腥屠杀吗 是指他如果败选了 美国将会迎来一场血腥屠杀吗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这只不过是民主党和拜登 又在歪曲事实 故意将这句话脱离了当时的语境 而断章取义 这个话其实是今年三月份 川普讲的 三月十七号 Politico还专门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报道 并做出了清晰的解读 但是民主党人似乎是选择性看不见 拜登依然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小辫子 在揪 在放大 其实川普讲这个话的场合 是当时他在俄亥俄州的一个造势集会上 当时他谈论的是汽车业 他说如果我未能当选 那将会是一场血腥屠杀 当时川普面对的台下的这些群众 都是汽车工人 他对工人们解释如果经济衰退 对他们将会意味着什么 随后就跑出了血腥屠杀这个词 大家都知道川普这个人 讲话确实是有点大嘴巴 确实比较随意 有时候嘴巴没有个开门的 甚至有时候比较夸张 但是他的原则性问题上还是有分寸的 就像之前1月6号的国会事件 他虽然号召自己的支持者去国会表达意见 但是他在事件失控后 确实明确的向他的支持者喊话 让他们回家去 并且要他们和平抗议 在这儿我插一句题外话 川普的这段话 就是1月6号那个时候讲的那段话 在油管上是禁播的 上个月我在节目中提到了这个事情 就引用了这段话 本来是想让大家再听一次 川普向他的支持者喊话 让他们回家去 说我们要和平相处 但是这段话传上去之后 立刻就被禁播了 就被检测到了 这个应该已经进入了油管的后台数据库了 当然我觉得这里面 油管之所以禁播川普的这段话 是因为老传在里面也说到了 也提到了选举被窃等等 这样的一些言论 估计这段视频被禁播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这个 但是川普喊回家去 我们要和平相处 这些话跟他说 这个选举被窃 是在一起的 同时说的 所以这段话 这一段讲话 整体都播不出来 所以大家现在很少能够看到 当然这个是题外话 我们再回到这个血腥屠杀 这个词上来 三月份 当川普说完这句话之后 媒体就捡到宝了 随即就开始大肆报道 传着传着就变成了 川普说 我要是输了 美国将会血流成河 你看 谣言就是这么摇升而来的 集会后的第二天 俄罕俄州的国会众议员 麦克特纳 就是代表当地所在地区的 社区的议员 就立刻出面 澄清这个事情 说前总统川普 在讲话中提到的大屠杀 显然是指汽车行业 而不是指政治暴力 另外 美国广播公司 ABC的主持人 Masha 在介绍这番言论的时候 也表示 这番言论是出现在 川普演讲中 讨论汽车行业的部分 但是民主党似乎已经 见到枪了 说什么也不信 认为这就是在宣扬暴力 前中院议长佩洛西就表示 说他并不相信川普的言论 仅仅与经济有关 他说我们必须赢得这次选举 因为他说川普甚至预测 将会有一场大屠杀 老太太 上辈子也不知道跟老川发生了什么 今生如此仇恨 这一次 拜登在访谈中 又把这个旧文翻出来了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11号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可能又会对这个事情 进行一波炒作 此前 拜登在跟川普的辩论中 其实已经问过川普 说你会不会接受选举结果 川普的回答是这么说的 说如果选举公正合法办得好 我就接受 这个回答应该没什么问题 是吧 如果选举一切正常 没有人会质疑选举结果 假如2020年的选举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 我相信也没有人会去质疑选举结果 俗话说 事出反常必有妖吗 既然你让大家清晰的看到了反常的现象 那么公众对此进行质疑 那也属正常嘛 是不是 总不至于 你出现了反常现象 又不让公众质疑 那你说 这就没有道理了 是吧 所以今年的选举 如果程序缓解一切正常 既没有在树林里发现被丢弃的选票 也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曲线 那么我想正常的美国人应该都会接受大选结果 如果真是这样 川普也没有理由不接受选举结果 但是前提是 首先你的这个选举结果得让大众公众幸福 昨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沃尔兹 以及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他们都去了威斯康星州造势 结果两拨人在机场停机品上相遇了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打一场要吧 平时双方没有机会相遇 只能在网上打打嘴炮 现在你看狭路相逢 看谁更勇 果然万斯应用程度略胜一筹 对哈里斯一方发起主动出击 遗憾的是没发生相互揪头发 只是万斯主动的靠近哈里斯一方 跟他的随行记者说 你们可能会有点寂寞 因为哈里斯都不回答你们的问题 你看跳步离间 万斯为什么要对记者说这样的话呢 这是有前提的 在过去的两个多星期以来 万斯每天都在网上 在推特上计算哈里斯 已经有多少天 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了 说截至7号 也就是到昨天为止 他已经是第17天了 没有面对面 接受过记者的访问 自从拜登宣布推选之后 哈里斯从来都没有 接受过媒体的采访 为什么不接受采访呢 就算你那位老导师 拜登老同志 你看人家都已经81岁了 都还在不断的接受媒体 直面访谈呢 昨天还访谈了一次 从这一点来看 哈里斯还不如拜登 为什么不愿接受采访 或者说为什么不敢接受采访 能给个理由吗 哈大姐 很显然 哈里斯还是心里没底 如果他要是直面记者的采访 记者肯定会问一些棘手的问题 比如 你想怎么解决边境问题 你对美国的经济 有什么高招 你觉得哈里斯 他能打他上来吗 胸无点墨 所以只能够逃避采访 你看看人家川普 逮着机会就受访 就怕没人采访他 而哈里斯呢 就怕有人采访他 所以外斯才对哈里斯的随行记者 说你们很寂寞 人家根本就不回答你们的问题 在台上造势 单方面的演讲 那当然容易了 按照自己的这个写好的稿子 提字器念就行了 是不是 也没人问你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但是采访 那可是真本事 你要是心里没有点东西 一下子就被问蒙了 露馅了 老拜登同志不就是辩论中出的问题吗 平时在造势的时候也好好的 其实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就理解了 哈里斯并不是不回答 而是不会回答 你让这么一个幼儿园的学生 去回答大学的问题 你说他难不躲吗 既然你不接受采访 那你就得接受对手的监督 所以万斯你看天天在推特上 给哈大姐画日期呢 这要是知道的 是明白 在给哈大姐画这个未受访日期 不知道的以为 这万斯给哈大姐在算什么日子 小心你老婆早已算账 就是万斯的这个举动 引起了哈大姐的强烈不满 说你老是算我的日期干啥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怪 哈哈团队马上就又抓住了这个机会 再次给万斯贴了一个怪人的标签 说万斯的这个行为 非常怪异 现在哈里斯团队就给万斯打这个怪人牌 这个怪人就是沃尔兹 就是哈里斯的副手给他提出来的 这个事情确实挺怪异的 但是怪的不是万斯 而是哈里斯 来能不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延迟了17天 还不接受媒体采访 前两天民主党籍参议员 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魏登 又开始配合拜登 向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 托马斯 说托马斯大法官于2010年搭乘共和党大金主 克罗的私人飞机前往新西兰 但却没有申报 说这个信息是魏登从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资料中找到的这个信息 说托马斯和他太太于2010年11月9号从夏威夷搭乘飞机飞往新西兰 一周后又搭乘原机返回夏威夷 而这趟班机却未被列入他的历年才产生报数 说你这涉嫌逃税漏税 如果按照这样 我觉得所有的议员 所有的美国的政府官员都应该查一查 有没有坐过人家的私人飞机 这一查 美国估计就得翻天覆地了 确实应该查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时机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对这位大法官提出这样的问题 很显然 这是在响应拜登老同志的高院改革计划 不过这个事情 克罗的发言人在CNN上做出了正面回应 说克罗的律师已经处理了魏登的查询 有关他的质疑没有法律依据 他的用意就是骚扰一介平民 而令人担忧的是魏登参议员滥用委员会主席职权 对最高法院发动含有政治动机的行动 这是人家看出来的 人家律师做出了这么个回应 这个招数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 这分明是拜登和魏登 两个人在唱双簧 二登双簧演的是挺好 现在拜登老同志选举也退了 别的也干不了啥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离去之前 再折腾一下最高法院 自从上周他宣布要改革最高法院这个计划之后 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关注他 因为现在大家都把焦点转移到了哈里斯身上去了 你都退了是不是 没人理你了 你要改你就改 反正没人打理你 老白一看这没人理 魏登赶紧扇把火 看看能不能找点东西出来 魏登接到任务后就从海关找到了这个信息 找到信息之后一放风 白宫发言人立即跟进 说魏登所言极是 这加强了拜登改革最高法院计划的必要性 老同志 既然退了 就安心的去吧 别再折腾了 大势已去 无力回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